OK 看完面网加密之后呢 我们把服务停一下 把控制台清空 然后看一下 我们改的东西 再看一下 看完之后我们提交一下 就大体过一下 看看是不是都是自己改的 有没有误改的东西 这是一个好习惯 就是在Commit之前 我们Diff看一下 OK Commit一次 Feature 新增的功能 叫密码 下面 OK 好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Push这个分支了 好 现在我们的代码已经到了远程了 所以说我们自己的电脑坏了 也好怎么也好 不用关心这个问题 已经到远程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叫做 用户心验证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我们之前没讲过 它的到底意思呢 我们去看上面这个图 就是我们在Roots这层有一个教验 这个教验呢 我们现在这儿要讲的是用户信息教验 就是 页面里面有API 对吧 需要API 我们把API产出给页面之后 页面去调用 就比如说注册用户信息 它注册的信息来之后呢 我们要在收入的第一层 进行一个格式的教验 比如说我们要教验一下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一个规格 比如说 用户名的一个格式 密码的一个格式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一个规格 我们做一个用户的教验 这是注册对吧 比如说在创建微博的时候 我们后来会讲创建微博的时候 在这儿也会做一个教验 比如说微博的一个数字 一个长度啊 等等的一些 是不是符合我们的要求啊 这是一个数据格式的一个检验 就是保证 从这儿流入的数据的格式 一定是再往后去 直到的数据库里面 一定是符合我们自己的格式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统一的一个教验 然后教验呢 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我们这儿暂时还没有 就是个登录的验证 比如说我们要创建 注册的时候要登录对吧 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讲 那个要创建微博呀 要获取自己的微博呀 那这个地方肯定要有一个登录的教验 对吧 所以说我们在本课中 这个教验要分两层 那我们在这儿呢 就先讲第一个 就是用户信息的一个教验 就是无论是不是用户信息吧 就是所有的从浏览器 从前端往后端输入的信息 就是这种create的形式的创建 就创建的这种信息 我们都需要去教验它 它的格式 它的格式呢 我们这儿有一个统一的教验规则 叫JSON Schema的方式 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下 就是比如说JSON Schema的方式 这儿有官网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官网就它有标准的规则 然后下面应该也有很多的这种 那个简介与应用啊 等等这些 OK 都有好多解释 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一下 那我们这儿呢 就直接去以最快的方式 把这个东西应用起来 它其实很简单啊 我一说大家都明白啊 比如说啊 我这儿给大家来了一段 decent代码 也是一段JS代码 我们看一下 这儿有一个边缘定义 对吧 然后下面是一些JS对象 其实JS对象的语法 大家应该都明白 没问题了 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语法给解释一下 看什么意思啊 type的object 它们的类型是对象类型 是这个意思吧 然后property 属性 那到这儿 大家觉得就有点明白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要教验规则 对吧 我们要教验格式 比如说我教验格式 你肯定得先给我一个东西 让我去教验 对吧 一般让我教验谁 给我的这个东西 要是个对象类型 它有属性 什么属性呢 这个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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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属性 这个属性 以及这个属性 它有这些属性 然后属性下面有些规则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每个属性都定义的规则 我们看一下 这个内容是一个stream类型 你想这个gender就是个number类型 它是规则 我们这个真的 是number类型的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在注册的时候 我们这个前端 把这个性别给搞成一个字符串 类型的 比如说ABC这种东西弄过来了 那我们从这一层 就是从 从这一层 我们就直接就报错 从这一层直接就报错 我们不会往后跑 也不会跑到数据库这层 当然你如果把一个ABC类型的 这种字符串 类型的往数据库里面插 数据库肯定会报错的 对吧 因为我们的数据库 数据模型定义的这个 真的是一个decimal 对吧 在报错 从那样在报错 体验就比较差了 我们应该就越在前面 抛出问题越好 所以说我们在这一层 在交易这一层就报错了 然后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这个gender 就是个性别 是number类型 然后最小是1 最大是3 我们规定好了123 然后我们看一下City 如果有的话City 就是个字符串类型 然后最长是255 因为我们数据库 最长就是255 因为这个数据库 City是这个street类型的 street类型 它的一个类型是这个 数据库的类型是Warchar 255 对吧 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事情 最长支持255个字符 那最小呢 肯定是两个字符 对吧 一般情况下我们要输入城市 至少得是两个字符吧 你想想有哪个城市 会是一个字符 外国的城市不用说了 外国的城市全是英文 那肯定不是一个字 对吧 洛杉矶 洛杉矶 那中文呢 什么北京 最简单的就是两个字符 没有小于这个两个字符 所以说我们的最小就是2 然后头像最大就是255个字符 肯定是内蒙也是最大255个字 Puzzle我没看 Puzzle的我们这儿 最长是255 最小是3 我们的Puzzle的我们要求 不用太短 对吧 这一块呢前端没有做了个教验 但是我们后端做了教验 就是你输的内蒙 如果猜少的话 小于三个的话 我们的后端会在 教验这层 都给你报错吧 然后游战内蒙我们看一下 是3类型 最长是255 最小是2 我们当时可以试一下 我们的用户名 前端如果不调验的话 放到后端来 它如果是这个地方小于2 或者说密码小于3的话 是密码会报错的 就是格式检验不通过 然后这有个pattern pattern的意思就是一个模式的意思 也就是正在表达式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正在表达式的意思 就是说它是字母开头 然后字母数字下方线结尾 这是我自己规定的这么一个格式 当然你也可以不用 你可以删掉它 删掉它 你的用户名就是1288的字符全有了 那我这样的规定 就稍微的严格一些 就字母开头 字母数字下方线结尾 那这个就类似于 我们写程序的变量定义 变量定义就是这么一个规则 所以说我们会分到两道事来 给它规定一下 好 这就是我们一般常用的一些类型 正则 以及最长最短 等等这些限制 以及最大值最小值 它还有很多其他的限制 可能不是那么常用 大家就可以去搜了 对吧 刚才搜了这个Datum Schema的方式 大家可以需要 什么样的格式自己去看一下 OK 通过这个地方我们就大体了解到了 就是我们通过一段Datum 去定义一个校验规则 对吧 校验规则 所以教验的就是一些格式 对吧 格式是不是符合 我们现在这个的要求 所以说 我们知道了这么个意思 但是我们该怎么去用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我们又来新建文件夹 SRT下面建个文件夹 叫validator 就是验证 OK validator里面呢 我们要先建一个Uler.js 好 Uler.js 先写个图示 把写图示 变成你的记录记忆就好了 Uler.js Uler.js 是专门做数据教验的 对吧 Uler.js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用户相关的这个数据教验 当然这个叫schema 我们叫规则 叫schema 这个schema呢也是专门为这个用户来服务的 对吧 你如果教验这个微博数据的话 你就用不到这些属性的一些定义了 对吧 到时候我们再说 到时候我们会再重新做一个另外的一个规则 定一个规则 好那我们有了教验规则了 我们接下来要干嘛 就是怎么去执行这个教验